嗨小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老师要带你们一起来做华文作业 首先先把你们的这本书打开 到第七页 好了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有很多的物品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物品呢都是跟哪个身体部位有关 首先先看第一个 这个呢是一个播放机 那播放机呢里面会出现一些声音 会播放一些声音啊 比如说广播呀 就是类似音乐呀 那你们听到从这个播放机出来的音乐还有声音 我们呢是用耳朵听呢 还是用牙齿听 对的我们是用耳朵在听 对那这里呢有一个小男孩 那你们找一下他的耳朵在哪里 对他的耳朵呢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把这里呢沿线到耳朵上面 好了吗 好了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物品 好第二个物品呢就是手表 你看就是手表 那手表呢是一般戴在手上还是戴在脚上的 对我们手表呢是戴在手上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圈起来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男孩 那这个男孩他的手在哪呢 啊他的手在这儿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呢连线到他的手 好看下面的 好下面这个呢是足球 好球呢我们一般是用脚踢还是用手踢呢 没错我们呢是用脚来踢球 好脚来踢球的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小男孩 他的脚呢在哪呢 啊在这儿 他的脚在这儿 所以我们就把这里连线到脚这边 好我们看接下来的图 这个呢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眼镜 那眼镜呢 你们知道一般是戴在眼睛上 还是戴在鼻子上呢 没错是戴在眼睛上面的 所以我们的眼睛呢才会看得清楚 那你们看小男孩的眼睛 在哪呢 啊在这儿 对吗 所以我们把这个呢连线到他的眼睛 好那我们看接下来呢 这个呢这个呢是一个帽子 那帽子我们是戴在头上 还是戴在口上呢 对了我们是戴在头上 帽子呢戴在头上这样就不会热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小朋友 他的头在哪呢 啊没错这个呢就是他的头 啊没错这个呢就是他的头 所以我们把这个呢连线到头 好了吗 好我们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是蛋糕 好那小朋友们你们在吃蛋糕 好了吗 好那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练习呢 就到这儿 小朋友们记得在家多复习哦 小朋友们再见